下面呢,我们来学习本书的第13章 使用Oracle11G当中的企业管理器 那么Oracle11G的企业管理器呢 我们把它简称叫做OEM 可以说呢,它在一定的程度上解决了初学者学习Oracle11G的一些问题 那么使用OEM呢,可以减少对数据库超做是语句的一个编写 那么在本章当中,我们将学习如下几部分内容 什么是Oracle11G企业管理器 然后我们使用Oracle11G的企业管理器来管理Oracle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什么是Oracle11G的企业管理器 那么Oracle11G当中的企业管理器呢 它是一个以图形化界面的方式来实现对数据库管理的 它对Oracle数据库的使用提供了方便 使用OEM企业管理器呢 可以快速的使用Oracle11G数据库 同时也让初学者更加了解了Oracle11G的功能 那么OEM呢,为管理Oracle11G提供的功能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主界面 在这个界面上面呢 就是我们Oracle11G的企业管理器给我们提供的功能 这里面呢,主要有这样几个菜单 有主目录 那么在主目录当中呢 主要是用于显示当前数据库当中的状态 提供数据库中的容量 活动绘画数 以及Sircle享用时间等性能的一个显示功能 再就是性能这个菜单下 主要呢,是以图形的形式显示数据库的运行状态 有主机的CPU占用率 平均活动绘画数等这样的图形显示 图表显示 那么可用性菜单 主要是提供数据库的备份和恢复的工作 那么服务器菜单呢 主要是对控制文件 表空间 数据库配置等信息的管理 那么方案 主要是对数据库对象 程序 用户定义类型等信息的管理 那么数据移动这个菜单呢 主要是对数据库中导入导出数据操作的一个管理 那么最后一个软件和支持 主要是对数据库的配置和测试等信息的一个管理 接着我们看一下如何来启动OEM 就是我们这个企业管理器 那么实际上 在安装了Oracle11G的同时 那么就会为你自动的安装上我们这个 Oracle的企业管理器 就是OEM 那么启动OEM呢 也只需要在开始这个菜单当中 打开Oracle的安装目录 打开这个安装目录下面 在这个所有程序里面 我们选择Oracle 然后找到Oracle Control 后面呢 OrCl 那么是来的是一个实力名字 就可以直接连接到 这个企业管理器里面 那么在你第一次进入这个企业管理器的时候呢 进入企业管理器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安全警报 在这个里面呢 是出现一个证书 那么选择是 就可以继续的来登录了 登录之后呢 首先进入的是一个OEM登录界面 在这个界面上 你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口令 然后呢 并选择连接的身份 那么就可以登录到我们企业管理器了 那么连接的身份呢 我们可以选择CSDBA 也就是系统管理员的一个身份 那另外呢 还可以选择Normal 也就是代表普通用户的身份 那么根据我们登录的身份不同 那么能使用的功能也就不同 就是每个用户的权限也是不一样的 接着呢 我们向下来学习 如何使用OEM来管理Oracle 那么前面呢 我们已经看到了OEM的这个主界面 那么如何使用这个主界面的菜单 对数据库进行操作呢 那么首先呢 我们对以下的这些菜单进行操作 有这个性能菜单 可用性菜单 服务器菜单 方案菜单 数据移动菜单 软件和支持菜单 这些菜单项如何来操作 来管理我们这个Oracle这个数据库 那么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Oracle当中的这个性能菜单 那么在Oracle当中这个性能菜单里面 第一个图呢 就是上面这个图 主机的这个图 这些地方显示的一个百分比 那么它指的是我们CPU占用率的一个情况 那么下面的这个图指的是平均活动绘画数的情况 主机的CPU占有率情况呢 主要是描述Oracle在使用时占用的CPU情况 那平均活动绘画数情况呢 就是与我们这个数据库建立连接的个数 那么在OEM这个性能显示页面上也可以使用用户 自定义设置要显示的这些指标 那么设置的方法呢 就是在这个页面当中 我们点击设置这个按钮 然后就可以直接来设置它的一个性能 显示的这些图形 那么在我们性能这个显示页上呢 可以选择要在图表中显示的内容 比如说IO 输入输出 并行执行 服务等等 那么同时呢 还可以设置在图表上显示的基线的设置 设置好之后呢 我们点击确定按钮 就可以完成这个设置 这就是性能这个菜单 那么这里面提供的功能是比较少的 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 可用性这个菜单 那么在可用性这个菜单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这里面出现了很多 我们通常要用的内容 比如说备份恢复 管理Oracle的安全备份等等 那些些内容 那么在这个菜单当中呢 我们就可以对我们数据库进行备份和恢复 都可以进行相应的一个设置 比如说备份设置 我们也打开我们这个机器上的企业管理器 自己来看一下 备份这个设置是怎么回事 你打开这个可用性 这个里面呢 会有一个设置 比如说在这里面 我们单击这个备份设置 那么在备份设置里面呢 你需要设置这些内容 比如说这里面备份设置 首先呢 是需要对设备进行设置的 比如说持盘的一个设置 或者是持带的一个设置 我们都是在这个里面进行设置的 那么还可以呢 对我们这个备份级和策略进行设置 备份级和策略进行设置 那么在设置好备份和恢复的条件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EM完成管理菜单中的调度备份 管理当前备份 备份报告 管理还原点 执行恢复 以及查看这些事物的一些工作了 就你设置好之后点确定即可 那么这个呢 就是可用性这个菜单 我们看一下这个服务器菜单 服务器菜单里面呢 包含什么内容呢 这里面呢 主要有这样几个选项 这服务器选项页面的内容呢 也是我们数据库维护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面我们一一来解释一下 比如说存储选项 就在这个里面呢 这个存储选项 那么存储选项里面 服务器选项页面呢 可以说是我们管理员 经常操作的一个页面 在存储这个选项当中 主要提供了控制文件 表空间 临时表空间组 数据文件 回退段 日志等信息的一个管理 比如说 我们要管理表空间 那么直接单击表空间这个选项 我们就可以进入表空间的操作页面了 那么我们操作一下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先把它退出了 我们可以选择首选项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首选项里面 是可以设置这些命令的 登录的当前密码 新口令 确认新口令 这里面是可以使用的 比如说我们注销 重新登录一下 那我们登录的时候 好我们刚才没有看到这个页面 现在我们看一下 任务名 SYS 口令 然后以CSDBA的形式登录 登录到这个里面 最后我们可以选择服务器选项 好 在服务器选项里面 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要对表空间进行管理 然后呢 我们单击表空间这个选项 那么在进入到这个页面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这个数据库里面 存在的这些表空间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表空间 操作这个页面上 对表空间进行编辑 查看 删除 以及创建 对它进行这样的操作 同时呢 在表空间的操作页面上 还可以根据我们输入的对象名 就是根据我们输入的对象名 进行查询 但是在我们OEM中查询默认的 那么都是模糊查询 如果要进行精确的查询 要使用英文的双眼号 把你要查询的内容 扩起来才可以 那么具体对表空间的操作呢 我们还将在本书的第16章 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在这个服务器选项里面 还有这个数据库配置选项 那么在数据库配置选项当中呢 主要提供了对数据库的内存指导 自动还原管理 初始化参数 查看数据库功能 这样的什么情况 这样的一些操作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数据库的内存管理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对内存管理是不太做的 内存指导 进到这个内存指导这个操作页面当中 我们重新使用一下 我们重新使用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启动自动内存管理的时候呢 那么数据库呢 将会自动设置内存的一个最佳分配方式 那么将不时的来更改内存分配 以适应工作量的一个变化 那么这个呢 也是我们企业管理器 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功能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可以设置是否启用自动内存管理 那我们目前呢 是已经启用 那么还可以禁用的 那默认情况下呢 Oracle呢 是使用自动内存管理的 数据库的内存管理 对我们初学者来说 是必须要使用的 如果是数据库管理员 在有经验之后呢 可以自己根据条件 进行设置 那在我们这个 自动内存管理下面呢 还有一个图表 是显示内存分配的历史记录 这里面呢 分配了SGA和PGA 两种 那么SGA呢 称为全局的这种系统全局区 包含Oracle数据库的数据和控制信息 在数据库实力启动的时候 就会被内存 就会为我们内存来分配这种SGA 那就是SGA显示的历史 从这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SGA主件内存的一个分配情况 其中SGA主件呢 包括共享池 缓冲区高速款存 大型池 加瓦池 以及其他的SGA主件 那么下面的这个PGA呢 还可以有这个PGA PGA 它是什么呢 它也是一个内存缓冲区 PGA呢 它主要包含了服务器进程的数据和控制 是当服务器进程启动的时候 那么才创建PGA的 从这里面呢 我们要查看PGA分配的详细信息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 单击PGA内存使用情况的详细资料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内存使用的一个详细情况 这是一个图表的形式来显示的 从这里面呢 我们使用的显示方式是按百分比显示的 那么还可以选择执行的次数选项 使我们图表呢 按执行的次数来显示 就是下面的这个选项 还可以选择按次数来显示 那么还可以对PGA内存使用情况大小 进行一个设置 那么默认的呢 它是15兆 查看后呢 我们单击这个确定 我们就可以返回了 或者直接关闭它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内存指导这个功能 之后呢 你再看一下这个自动还原管理 它提供了哪些功能呢 然后我们选择自动还原管理 然后我们选择自动还原管理 那没选择一项呢 我们都需要等待一会儿哈 然后我们说这个 自动还原管理是干什么用的呢 在自动还原管理的这个一般信息的这个页面上 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数据库中的还原保留时间和还原数据库用的还原表空间 如果要修改还原表空间和还原保留时间 那么我们直接在这个页面上可以直接单击编辑这个时间或者是更改表空间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有个编辑还原表空间 编辑还原保留时间 你可以在这里面进行修改 在这个页面上呢 我们还可以有显示图形的一个链接 下面的这个分析结果 可以显示图形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图形的方式来显示自动还原管理了 可以看到它制动还原管理的一些页面 你们这些图形呢 对我们这个分析 这个活动信息都是有帮助的 之后呢 我们再往下继续学习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还有这个初始化参数 我们就不在企业管理器中再看了 我们主要讲解一下这里能干什么 初始化参数这个页面当中呢 我们用户可以对数据库的初始化参数信息进行修改 这里面呢 所显示的参数都是我们数据库正在运行时候的这个参数 除了在当前状态下 那么还可以在这个spfile这个模式下进行修改 那么spfile呢是用来在服务器端存放初始化参数信息的 那么只能在系统中才可以修改 不能直接来修改这个文件 这是初始化参数需要注意的问题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我们企业管理器就可以对它进行修改了 那在我们这个页面上修改信息的时候呢 我们修改的是初始化参数的这个静态值 修改完毕之后 我们需要重新启动这个数据库 那么它才能够生效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数据库配置这个里面的最后一项 查看数据库功能使用情况 那么在这一项当中呢 数据库管理员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方便对数据库的一个管理 在这个页面当中呢 你可以查看到数据库各个功能的使用情况 包括当前使用的功能 以及第一次以及上一次使用的时间等等 那么都可以查看到 那么通过查看数据库功能选项 还可以查看数据库使用时设置的指标的最大值 这些都可以查看到 接着呢我们看一下这个Oracle的任务这个菜单 也就是说我们右边的这个最右边的这个Oracle任务 主要包含了作业链调度程序 作业类窗口窗口组 全局属性自动维护这样的一些功能 那么作业呢就是执行特定操作的一个任务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里面选择调度作业 调度程序作业 选择作业这个选项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个页面上呢 我们就可以对当前数据库系统当中存在的作业名称 可以使用页面上给我们提供的查看作业定义 编辑作业定义 删除立即运行 类似创建创建这样的一些功能来完成作业的一个管理 那么在我们这顶上呢 大家提供的类似创建与创建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类似创建功能就是按照现在选定的作业为模板 创建一个新的作业 而我们创建这个功能呢 就是直接添加一个新的作业 不以原来的作业为模板的 这个地方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另外在这个页面上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切换选项卡 来查看正宅运行的作业 以及作业的历史记录 那么这些呢都是可以使用的 我们这里面就不一一演示了 之后呢 这个里面呢 还有统计信息管理这样的功能 就是下面的这个 统计信息管理呢 它主要是用来存储数据库中的一些统计信息 在统计信息管理的栏中呢 共有两项 一个是自动工作量资料档案库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AWR基线 那么自动工作量档案库呢 是干什么的呢 它主要是用于存储用于优化性能的 数据库统计信息来用的 而我们下面的这个AWR基线是干什么的呢 AWR基线呢 是Oracle当中收集数据库统计信息的一个工具 它呢是在Oracle实际的时候给我们新增加的一个功能 它可以修改快照的收集和保存的时间 大家可以自己来查看一下就可以了 之后呢还有这个资源管理器 那么资源管理器一栏的功能呢 主要是配置资源管理的 通过在资源管理器一栏中的入门选项里面 提供的功能介绍 可以让读者更加的了解资源管理器一栏中 给予的这个五个功能 具体内容就是第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使用者主 这呢使用者主它是干什么的 它是定义根据资源处理需要需求 将用户绘画分组的使用者组 那么资源计划是将资源分配给使用者组 指定一些用户和角色 他们可以在每个使用者组当中开始绘画 或者将他们的绘画切换到每个使用者组当中 再就是下面的使用者组的映射 那么定义使用者组映射的这个规则 这个规则呢是基于绘画属性的 将用户绘画映射到使用者组 要解决映射的冲突 那么就要按照映射规则优先级的这个顺序来应用 这个映射规则 再就是下面的这个计划 计划呢就是定义一个 其中包含指定将资源分配给使用者组方式的这种指令 比如说对于每一个计划 需要指定分配给每个使用者组的CPU资源百分比 可以选择指定其他限制 使用者组当中的绘画可以执行或保持空闲的最大时间 或者绘画在自动切换到一优先级的使用者组之前消耗的CPU或者是 Io资源的一个最大量 那么还有呢 这个设置这个选项 设置这个选项呢 主要是查看当前活动的资源计划 激活资源计划的 那么最后一个 这个统计信息 那么这个统计信息呢 是监视当前启用的这个资源计划的统计信息的 按使用者主监视CPU和Io的一个使用情况 并按使用者主监视资源管理器为CPU执行的一个约束数 那么具体的功能呢 大家可以按照书上的这个例子一个一个的来看一下 他们具体的功能如何来实现 在页面上直接操作就可以了 这个比较简单 我们在这里面也不演示了 那么最后一个是这个安全性 那么在服务器选项这个页面当中 安全性这一栏里面 主要提供了数据库当中的用户角色 干要文件 审计设置 透明数据加密 以及虚拟专用数据库策略 应用程序上架文 这样七项的数据库安全的功能维护工作 那么其中 用户角色以及干要文件的管理 我们详细的操作呢 我们在第十四章中将给大家具体的讲解 那么剩下的这些审计设置 审计设置 以及这个透明数据加密 虚拟专用数据库策略 应用上架文 你在这里呢 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审计设置呢 是可以把审计信息写入数据库 或操作文件 操作系统的文件当中的 那么在这个审计设置这个里面呢 我们可以在页面上直接对它的权限进行设置 除了对权限设置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对设计的对象 以及语句进行一个编辑 那么这个透明数据加密 指的是什么呢 它是用来保护数据库中 列敏感数据的一个机制 那么在使用透明数据加密时 一定要去把Oracle存在 OracleWallet它存在 并且处于一个打开的状态 这样才可以 那么在我们透明数据加密 这个页面当中呢 可以看到 一开始呢 你这个可能是数据加密功能 是不存在的 那么主要呢 是由于我们前面所说的 这个OracleWallet是不存在的 那么如果要启用它 那么就需要在这个页面里面的 高级选项进行设置之后 才能再启用这个透明数据 加密的这个功能 那么这个虚拟专用数据库策略 它是干什么的呢 它主要是构建应用程序 可以在表示图上 实行行级安全策略的 我们可以自己在企业管理器里面看一下 在这个安全策略这个里面呢 我们可以创建查看启用 以及禁用和删除这些操作都可以使用 同时呢 我们还可以按方案名对象名 或者是策略名进行查询 这样的一些操作 最后一个应用程序上下文呢 这个呢 是Oracle实习记当中提供的一个 确保数据库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对应用程序上下文进行创建 查看删除的操作 同时我们也可以查询 那么当不输入名称空间 这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得到应用上下文的一个完整的列表 那么这些呢 就是这个里面的主要功能 另外呢 在这个服务器菜单里面 还有一个是这个查询优化程序 那么查询优化的处理 对于数据库性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 特别是复杂的Circulature更是如此 那么查询优化程序呢 是指确定每一次查询的最佳策略 那么在查询优化程序这一栏当中 在我们企业管理器里面呢 主要给我们提供了这样几个功能 一个是管理优化程序统计信息 还有一个就是Circulature Plan Control 这样的两项功能 那么管理优化程序统计信息呢 主要是提供对优化程序统计信息的一个操作 那么在这个页面当中 我们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对优化程序统计信息 进行一个收集还原锁定 删除这样的一些操作 我们大家可以爱个的功能自己尝试一下 这就是这个Circulature执行计划 就是这个Circulature Plan Control这个选项 主要呢 它包括了我们Circulature的一个辅助信息 我们可以利用它呢 来优化程序 我们选中这一项之后 在这里面就可以对我们这个信息进行一个优化了 看到这个里面 我们可以找到Circulature文本 然后我们找到 你点开始 就会在这里面对它进行一个优化 查找一些文本内容等等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主要的OEM当中的这个服务器菜单 接着我们往下看OEM当中的这个方案菜单 那么在OEM这个里面呢 我们这个方案菜单都提供了哪些内容呢 这里面主要包括数据库的对象 程序 实体化视图 用户定义的类型等等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实际上在方案选项里面就是我们经常操作的这样的一些对象 在这里由于对数据库对象操作都是比较频繁的 所以对这部分内容呢 我们在本章当中进行了详细的一个讲解 那么对于数据库对象 它主要包括了表 索引 视图 同一词 序列 数据库链接 目录对象 重组对象等等 那么在这个本章当中呢 我们主要对表 索引 同一词和序列 做了详细的一个讲解 那么表呢 可以说是我们数据库当中最常用的数据库对象 没有表 数据库将失去意义的 我们在这个企业管理器里面如何来创建一张表呢 它实际上呢也是非常容易的 我们首先呢 要进入我们这个方案拆单里面表 表的这一个选项页面里面来实现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先退出这个里面的内容 回退一下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找到这个方案 我们选中方案这个菜单 那么在方案拆单里面呢 我们选择这个表 那么进到这个里面呢 这就是我们创建表的这个页面了 在这个页面当中呢 我们可以浏览到当前在指定方案下的这个表的信息 如果要浏览当前方案 比如说SYS下面的表信息 我们可以直接单击开始 就可以搜索出相应的表的信息了 好了 我们搜索出到了我们当前SYS这个方案下面的所有的表的一个信息 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SYS这个方案下创建表 在这里面我们直接单击这个创建就可以了 创建 点击创建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创建表这个界面 在这里面呢 有一个提示 就是说 我们这个表 指示 Oracle如何在内存当中存储这个表 创建表的第一步就是确定应该使用那种组织 我们就按标准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直接点这个继续 继续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创建了 那么这个里面怎么来创建的表呢 我们创建表主要是为这个表设置列名和它的数据类型 对吧 为这个列设置数据类型 然后上面呢 是表的名称 我们在这里面就不一一来设置了 大家只需要把这些内容输入好之后 就可以了 那输入好之后呢 输入好之后 我们的上面有个确定按钮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为我们新创建一张表了 并且呢 我们在这里面也可以为它为这个表设置约束 比如说这个顶上 这有一个飞空的顶上 飞空约束的条件 可以设置约束的名称 这高级属性里面为它这个名称可以设置这个飞空的约束 另外呢 另外呢在这里面还可以直接为它设置约束的条件 就我没有输入表名 所以现在不能设置 为它随便写一个表的名字 然后这个里面没有列 也是不能设置约束的 你还需要插入一列 好了 然后我们看看约束的条件能不能设置了 我们在这里面呢 就可以为它添加约束 这里有这样几种约束 主件约束 唯一约束 检查约束 以及外件约束 你都可以为它进行添加 就是约束的一个设置 那么都把它设置好之后呢 我们点确定 那么就完成了我们这个表的创建 那么修改表也是一样的 我们直接在这里面呢 编辑这个表就可以了 我回退啊 你插入完信息之后呢 那么你可以进入这个里面来编辑这个信息 就是在我们之前创建表的那个里面 你再回退一下 就你创建完这个表之后呢 你回到这里面 比如说我们刚才查询了 SYS这个方案下面的所有的表 那么你要修改哪一张表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选择一个表 然后选择编辑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修改这张表中的一些信息了 那么删除表呢 就是我们直接把它删除掉就可以了 这里面比较简单 我们就不说 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这就是这个索眼 在表里面呢 我们经常还会提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为它创建一个索眼 这里头呢 这里头呢 你先往后再 那么在表中创建所有的时候呢 跟我们前面讲过的创建所有的内容都是一样的 再有就是我们创建同一时也是 只要按照它这个页面的要求 我们一步一步创建就可以了 这里面呢 我们就不再举例子了 再就是序列 序列呢 也是我们数据库当中创建表时经常会用到的 那么序列呢 也可以直接在我们企业管理器进行创建 其实序列呢 就相当于我们Circle Server数据库当中的一个自增长的列 在Oracle当中呢 没有直接设置表中字段自增长的选项 所以呢 我们只能通过设置序列这种方式来完成这个工作 那么设置序列比较简单 我们在这里面也不演示了 接着呢 我们往下学习 学习我们OEM当中的这个数据移动菜单 了解一下它都能够做哪些工作 那么这个里面呢 主要提供了对数据库的导入导出 以及移动数据文件的操作 数据移动菜单呢 就是说我们直接在我们这个企业管理器的主页面当中 我们选择数据移动 就可以看到这个选项页面了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都可以做哪些内容呢 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对数据库当中的这个数据文件 进行移动 也就是数据库备份和恢复的一些必要工作 那这部分内容呢 我们还将在我们后面的这个备份与恢复一张 详细的给大家讲解 大家呢也可以自己动手的来试一下 它是如何来进行导入导出数据的 如何来备份文件的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OEM当中软件和支持的这一部分菜单内容 那么这个选项呢 主要是用来完成数据库配置 以及处理数据库当中的一些补丁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它的配置呢 软件的配置 它主要包括了这个收集的状态 克隆Oracle主目录主机配置 以及Oracle主目录清单的这些配置 那么另外呢 这里面还可以部署过程管理器 另外还可以真实的应用程序测试 都可以在这里面来使用 另外呢 这里面还有在真实应用程序测试里面 有一个数据库重放 在这个里面呢 就可以在任务列表当中来补过这个工作量 那么预处理补过工作量 以及重放工作量 这些任务我们都可以进行来操作了 那么以上呢 就是对我们这个Oracle当中的企业管理器 当中的一些使用内容进行的讲解 那么以上就是本书的 本账的全部内容